2024年11月20日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发布2024年世界机器人报告 报告称中国机器人应用速度持续加快 2023年度在机器人密度方面 中国已经超过德国与日本 约据世界第三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官网发布了这一消息 机器人密度指每万名员工配有机器人的数量 数量越高 表明密度越大 报告表明2023年 全球平均机器人密度再创新高 达到每万名员工配有162台机器人 是7年前的两倍多 中国的机器人密度达到470 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机器人密度是衡量各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指标 排名第一的是南朝鲜 也称韩国 第二位是新加坡 他们都是人口只有几千万及几百万的国家 而中国是14亿人口的超大国家 能进入世界前三 超过传统工业强国 德国 日本两国已经实属不易 美国位居世界第十 台湾省居第十一位 一直在与中国比的印度甚至都没有上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 它的题目是工业机器人 中国超越德国 这里是机器人密度 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 排在第一位是南朝鲜或者说韩国 第二名新加坡 第三名中国 第四名德国 第五名日本 第六名瑞典 第七名丹麦 第八名斯洛维尼亚 第九名瑞士 第十名美国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2016年和2023年的数据 比如说韩国 2016年的时候它的密度是631 到了2023年达到了1012 新加坡呢 2016年的时候488 2023年770 而中国 2016年的时候大大落后于其他所有这些上榜的国家 2016年的时候只有68 但是只过了七年的时间 中国已经达到了470 所以它的成长是最快的 可以说一年成长了一倍左右 相当于七年就成长了七倍 德国它的进展不大 2016年的时候就有309 但是到了2023年只有429 日本也差不多 进展不大 然后瑞典进展都不大 丹麦也一样 反而斯洛维尼亚进展要比其他欧洲国家大一些 瑞士也一样 美国的进展也不大 美国这机器人密度低可能是与它的去工业化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呢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又在搞产能回流美国 或许我只是说或许今后美国的密度可能会增加的幅度会大一些 接着我们看看德国商报的报道 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 在过去5年中中国安装的机器人数量是德国的12倍 因此在机器人与工人的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德国 然而另一个国家却排名第一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 中国在工业领域使用机器人的数量已经超过德国 该协会周三在其年度报告中宣称 中国以每万名员工470台机器人的密度 在世界排名中升至第三位 尽管德国在2023年安装了创纪录的28355台工业机器人 但就中期发展势头而言 德国仍远远落后于中国 2018年至2023年 德国的年均安装率仅为1% 该报告称中国同期的这一结果超出了12倍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主席伊藤隆之说 中国在自动化技术方面投入巨资 2023年机器人密度排名第三 仅次于韩国和新加坡 超过德国和日本 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 因为中国在2019年才进入全球排名前十 机器人密度是一项重要指标 使各国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具有国际可比性 韩国在机器人密度方面遥遥领先 每万名员工安装了1012台机器人 新加坡位居世界第二 770台 超过中国的470台和德国的429台 不过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 中国是该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市场 因为在2023年 中国有276288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 占全球安装量的51% 全球机器人存量增长了10% 达到428万台 朋友们 德国一家IT门户网站特别表扬了南朝鲜 我们看这一段 韩国是世界上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 每万名员工拥有1012台机器人 尤其推动了工业机器人的发展 朋友们德国知事我想说一下 这后半句我很难沟通 韩国全国才多少人口 5000万多一点点 2023年就业人口仅2800万 制造业就业人口就更少了 而中国的就业人口高达7.4亿 是韩国的26倍 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约1.14亿人 而新加坡才几百万人口 从事制造业的人口 那就更少了 那么与中国这种超大国家 比机器人密度本身 我认为就没有可比性 因为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 德国新闻门户网站NTV专门列出了一组数据 我们看这一段 然而正如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所示 中国是该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市场 因为光2023年这一年 中国就有276288台机器人投入使用 占全球安装量的51% 全球机器人存量增长了10% 达到428万台 2023年德国有28355台机器人投入使用 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韩国的数据缺失 但肯定也仅中国的几分之一 所以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最大推动力肯定是中国 而不是上面那家德国IT门户网站提到的韩国 不是说它在机器人密度上排名第一 就是最大的推动力 从这点来说 我感觉德国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因为德国教育的下降而跟着下降了 德国另一家IT门户网站特别表扬了中国 中国在这一排名中的迅速崛起令人熟悟 中国在2019年才进入前十 此后在短短4年内机器人密度翻了一番 2024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 全球工程的平均机器人密度 在过去7年里翻了一番多 达到每万名员工162台 2016年的数据为74台 机器人密度作为指标 工业机器人联合会主席伊藤隆之表示 机器人密度是全球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指标 工业机器人是一种可偏程机器 可在制造业中执行各项任务 如焊接、装配、搬运材料或包装 21世纪的工业化 机器人为工业生产带来更高的生产率 精确度和灵活性 越来越多的引进机器人是21世纪工业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在引进工业机器人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这是有针对性的推动自动化战略的结果 中国政府将此视为增强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力 和推动技术发展的重要一步 通过政府支持研发投资和产业界的强劲需求 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机器人技术的主要用户 最近德国联邦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 明确指出了这一趋势对德国经济的影响 根据这份评估报告 德国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企业破产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据德国央行周四发布的最新金融稳定报告称 德国经济继续面临深刻的结构性挑战 这对中期增长前景构成了压力 好 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德语区网友们的评论 第一条评论 这是劳动分工的现实一面 在德国工业界和媒体都在抱怨缺乏技术工人 而在中国他们正在培养技术工人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最终谁会更胜一筹 下一条评论 自动化只有在大规模生产 取得类似的产品才值得 真的是大规模生产 我们继续往下 这位网友更贴道 是的 这也是中国想要的 因此这甚至不是我们的政客 总是妖魔化中国的出口 而是为了中国国内市场 它拥有约10亿消费者的国内市场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的总和 我们看下一条评论 我看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原因 我们再往下看 只有那些仍然把中国视为低工资国家的人 才会对这一发展感到惊讶 只要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稍有了解 就能猜到德国和西方世界的未来 中国现在被媒体渲染为新的巨大军事威胁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西方国家不可能在与中国的经济战争中幸存下来 也不可能有和平的经济合作 因此西方正在打军事牌 下一条评论 中国早已不是低工资国家了 中国企业本身也在向东南亚低工资国家外移 好 我们继续往下 这不是西方经济战略家们的初衷 他们想让中国依赖西方的商品和经济 现在中国人正在超越他们的西方老师 当然军事手段立即被拿了出来 这说明西方已经变得腐朽 这从来都不是自由竞争 150年前他们也是这样反映的 中国还记得这一点 当然更糟糕的是 中国正日益成为非洲或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榜样 让他们自己建立有竞争力的经济变得更加独立 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体系已经变得多么高效 而德国每年都在披萨教育排名中持续下降 基础设施正在腐烂 国家税收已经被乌克兰冲突 和为追赶中国生产而提供的补贴 蝉食逮尽 用于投资的就所剩无几了 似乎一场战争还不够 下一场冲突又在蠢蠢欲动 这对德国这样一个原材料匮乏的出口国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们再往下看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欧盟是欧亚大陆西部边缘可爱的半岛岛屿的集合体 对中国游客来说具有迪斯尼乐园的魅力 中国人乐于从那里购买葡萄酒猪肉和奶酪 但如果需要也可以从其他地方买的 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优势 与丝绸之路相连的优势 而不是试图对半个世界进行愚蠢的自残式的制裁 下一条评论 我认识一些中国人 他们以前对德国的工业和效率感到敬畏 但现在他们的想法在一天天改变 他们当中有些人问 如果各党派往往相互阻挠相互争斗 不考虑十年后的事 只考虑下一个任期的事 仍然停留在旧有的思维模式中 那么我们引以为豪的民主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希望创造更好的繁荣和社会条件 而在德国我们更多考虑的是 削减社会福利和降低工资 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继续往下 中国要达到德国的社会水平上需时日 我们再往下看 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但也必须考虑到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 在中国要比德国低得多 中国比许多德国媒体报道的更现代化 然后他给出了链接 下一条评论 只是度假视频而已 度假视频并不是最好的资料来源 我会小心先进的幻觉 中国的城市很酷 色彩斑斓 但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是如此 如果你稍微走偏一点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中国的成像差距比在我们欧洲中部大得多 但现在歪楼了 不过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下条评论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这也是个品味问题 亚洲人喜欢更丰富多彩的东西 为什么不呢 我想说明的是 中国现在和欧洲一样现代化 在生活质量方面并不逊色 我们的媒体通常会描绘出 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是的 如果我们的铁路极不准点 这确实与自动化有关 当然欧洲或美国仍存在成像差别 但中国的成像差别也越来越小 好 以下是我熟知的一家超市的商品价格视频 全国各地的商品价格都是一样的 德国知事补充 有趣的是这个人引用的视频 与我前天提到的是同一个视频 我们看另一家IT门户网站的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 因为库卡机器人公司被出卖给中国人 我们都是傻瓜 收购库卡显然为中国人带来了回报 自2022年起 百分之百中资控股 谢谢默克总理 谢谢罗伯特经济部长 下一条评论 机器人是自动化的一部分 但一般来说 尽管机器人也是由人类制造的 但人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 单位劳动力成本就越低 尽管工资成本很高 这意味着在高工资国家 生产也能实现成本效益 尽管工资高 但养老金缴纳费高也不是问题 而且如果中国通过提高生产率 来弥补人口下降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压低工资是个严重问题 但与高昂的劳动力成本相比 机器的不间断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高素质的员工 得益于德国的教育制度 就可以实现低单位劳动力成本 在发展中国家 确实也有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工人 但如果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 这对他们和我们都有好处 人权和民主不仅仅等于在选票上打勾 组织工会的自由也是民主的核心 德国知事点评 大家一定也发现了选举体制的人 总喜欢把什么人权民主等等挂在嘴边 连今天关于机器人的话题也有德国人扯到什么民主 可见政治挂帅在德国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 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你们觉得中国14亿人口的大国 机器人使用密度进入世界前三 是不是有点感到意外 而像德国日本甚至美国这样 所谓的超级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他们比如说美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了 好大家知道了有什么想法呢 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见